时间来到了2012年5月17号 文文突然病情恶化 陷入到了深度昏迷之中 看着很有可能 不会再醒过来的女儿 文文的母亲 终于把捐献器官的想法 告诉给了丈夫 那这名父亲会不会同意呢 要告诉你的事 到这里 母女俩的想法遇到了阻力 因为文文的父亲 直接就拒绝了 当时他爸爸说 文文有痛的 文文在下痛得我嗦 他的想法完全可以理解 是啊 取出至亲女儿的器官 这在心理上 本身就是难以承受的 那该怎么办呢 捐献计划就这么取消 只能说幸好 文文的父亲仔细思考过后 还是愿意尊重女儿的意愿 但是夫妻两个也做了几个商量 把这次捐献设了几个要求 第一个那就是一定要等女儿完全去世之后 再取器官 保证女儿不会经受丝毫的痛苦 要等到文文完全走了 完全呼吸没有了 走了 我才做 第二个那就是对于文文的这个器官 捐献对象 他们要设定范围 我有两个要求的 我说第一个 把我完完捐给小孩 去找小孩 第二个就是到农村里去找 找快哪一点 为什么要这样限定呢 好